好,這個題目呢 我們可以去新建 好,零件檔 0214-2 好,選擇確定 然後呢,進來了以後呢 我們可以把這個題目稍微做一下 首先,選擇TOP面 進來 好,進來了之後,選擇中心矩形 拉一個矩形出來 長寬給一下 這邊是80 這個地方是100 好,長高 厚度是30 有沒有 這一塊我們可以做好 那,重點在於 這個部分你會怎麼做 注意喔,它的深度是有漸變的變化喔 它不是統一深度喔 它的深度是 像一個溜滑梯一樣 下去以後,這邊是一個平面 那你覺得這種東西 你會怎麼做 好,試試看 我們來看這邊 我會選擇草繪 選這個面 草繪進來之後 我會做一個 中心線 然後呢,我會從這邊 拉一段 斜斜的出來 直直的上去 好,這邊我們對它做個鏡像 然後,拉條直線 這邊連起來 這邊可以做個圓弧嘛 對不對,應該沒有太大問題 好,把尺寸稍微給一下 這一段是18 然後呢 這一段的間距是 從原心到最外側的這一段的間距是 70 這一段是60 然後這一段的長度 可以看一下側面 這邊有告訴我是12 好,有告訴我是12 好,這邊是12 然後還有哪裡 還有呢 從 最外面 到這一段的這個點 是52 好,這樣子 我可以做好 對不對 做好這個 可是做好之後 你不能夠直接對它去挖洞 因為你直接去挖洞的時候啊 是不是 是平的 對不對 我現在要有一個面是粗粗耶嗎 所以 去挖的時候 我們會去選擇 炒匯 再選這個面 要把我們的界線給定好 這個地方 我們去選擇參照 去借這個點來用一下 好,借這個點來用一下 然後呢 我們可以去 拉條線 從這個點下來以後 水平的過來 至於多少 不要緊 比這個圓最遠的地方 還要多就可以了 比它還要長就可以了 好 好 然後我們可以給它 標一下尺寸 這一段的高度是12 好 然後呢 這一段的間距 這邊是52 好 至於多長 不要緊 不管它了 出來了以後 我們會對它做一個隱身 反方向 建一個面嗎 對不對 先讓它有一個面 好 那同學會說 老師 是不是選擇隱身 選擇它 往下挖洞的時候 是不是選擇隱身到下個面停下來 對不對 好 當你選擇確定的時候 感覺好像有耶 可是你會發現 你一翻過來發現 沒有 對不對 隱身到下個面 是隱身到實際的那個面 停下來 並不會隱身到這個曲面 那之前有教過同學 你要隱身到某一個面 停下來的時候 你可以去指定它嗎 好 指定有另外這個 指定我們要延伸的面 你會發現選不到 好選紅色這個 選到了 可以喔 選到了 可是你會發現什麼 你選到的只能選一個 它是挖的跟它一樣深 對不對 你只選到一個 這邊已經整個徹底挖掉了 你會說 老師 還有啊 其實不是啦 你現在所看到的 是不是 是那個面 把你擋住而已嗎 你實際上還是挖掉很多 所以呢 再改一下 再改成 那我選這邊總可以吧 好 當你選這個面的時候 你會發現什麼 它一路切過來 是切到哪裡去了 一路往斜的方向切 有沒有 要嘛它就抓這一段 要嘛就抓這一段 它沒有辦法直接抓兩段 好 那這時候 你就沒有辦法用實體的方式去做 那怎麼辦呢 我們可以去把這個東西 往 引伸 反方向 可是這時候 我不是要做實體 我反而 做成曲面 OK 不用移除材料 直接長肉就好 你會發現 我就會有 兩個面 兩個面 交錯在一起 有沒有 兩個面交錯在一起 好 請你 先幫我做到這邊 兩個方法 第一個 我們可以選擇它之後 利用裁剪的方式 裁剪 然後呢跟誰剪 跟他剪 跟這個面去剪 然後呢我們要留哪一邊 我們要留它的內部嘛 對不對 好這時候選擇確定 喔 這一塊被剪掉了 再來呢再去剪 這次選它 我們這邊選了智慧型 好我們選面組好了 選它 然後呢再去裁剪 跟誰剪 是不是跟他剪 好 留哪一邊 留上面 欸 是不是剪掉了 好剪掉了以後 我們就可以去選這兩個面組 選這兩個面 然後呢 是不是合併 變成一塊 變成一塊要幹嘛 是不是實體化 要留這一邊 是不是做好了 有沒有 好 這是裁剪的方式 那 如果不用裁剪的方式呢 把它退回來 有兩個面嘛 我們還能幹嘛 是不是選它 按著Ctrl鍵選它 選這兩個面 可以直接對它做一個 合併喔 有跟同學講過 合併也算是修剪的一種喔 不用真的去裁剪喔 合併 你要留上面裡面 還是要留上面外面 還是要留下面外面 或者是下面裡面 我們是不是要去選上面裡面 對不對 上面裡面的東西嘛 確定 就一口氣剪掉了有沒有 剪掉之後 立刻就針對這一塊實體化 這個部分我們就可以做好 我們可以把這個面 隱藏起來 這兩個面 也去隱藏起來 這樣子一個實性的造型 是不是就做完了 OK 好 試一下囉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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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